我們首先敬禮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師 十六四大霸華王卡瑪巴 徒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 徒謀祖尊 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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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禮 坦誠三寶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民進黨南投縣主委 李文忠先生 南投縣議會 喜莊議員 南投市長喜淑華女士 民節目主持人 台志遠先生 民節目主持人 台志遠先生 兩位 和釀卓 hacker 說 提供者 把自我 台中撒迦寺主持人伯切 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徐亚奇师姐 六祖禅经及密宗道持地管令 制作人连夜丧师及佩金师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一 那么在台湾雷藏寺可以讲是车水马龙 所以呢进来的时候全部都赛车 车子开不上来 那所以延误了很多的时间 才进到台湾雷藏寺 待会儿大家回去的时候 开车要小心一点 我看只要有斜坡的地方啊 山上斜坡的地方 只要有空地 全部塞满了车子 白天还好可以看到路 你可以开进去 晚上出来你看不到路 等一下天晚啊 看不到路 大家开车小心一点 开车小心 谨慎一点 不要碰到这个石头啊 碰到树木啊 碰到别人的车啊 那么大家 让大家离浪一点 小心一点 这样子安全低 先跟大家讲 先跟大家讲 今天 我跟连泽上司讲啊 你来讲就好了 这随便一个法 都要讲一个小时 还要讲洗金刚啊 还要讲洗金刚啊 阿弥陀佛 现在啊 只能够用啊 这个 隔空传音 的方法 隔空传音的方法 尽量很快速的介绍过 才能够讲完这些法 有的是简单介绍 像摇钱树法嘛 我看到了 这里有一棵摇钱树 很简单的 你要观想啊 这个 树啊 它这是房金啊 树跟树枝 全部是房金打造的 那么所有的树叶啊 都是宝石 那么摇钱树法呢 所有的树叶啊 全部是钱 Money 就是我们平时念咒的 Om Money Coming Home Om Om Money Coming Home 不是 Om Money Coming Home 这个摇钱树啊 就是观想 就是观想 联施 加持 摇钱树 然后树 然后树 整个洞窑 所有的树叶 全部掉满地 然后再观想 你用布袋 把那个钱啊 全部收到你自己的布袋 拿着回家 就是财神到我家了 摇钱树法就是这么简单了 好 那摇钱树法介绍完了 现在介绍这个破瓦法 破瓦法呢 就是我们的四神 我们的四神 给他放在你的心中 放在心中 那么 这个破瓦法 本身是要用保瓶器 你器集中了以后啊 然后冲中脉 把这个四神啊 推 推到中脉的顶 顶就是 所谓的顶峭 顶峭的地方 就是用锁指 用八个指头啊 八指 从你的有头发的地方量起 八指 后的地方 有一个洞 叫做这个顶峭 由这个顶峭啊 用四神冲顶 把这个顶峭冲开 冲开了 你四神从这个顶峭出去 就直接到本尊的心中 这时候你本尊 你坐在头顶上啊 观想主尊在顶 他的心跟你的心 连成一条线 用你的平气 把这个四神冲顶 冲出顶峭 进入本尊的心 跟本尊的心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你不管如何 你都可以往生到本尊的清净佛国 这个就是破瓦法 好 介绍完毕 哇 好简单哦 一下子讲完两个话 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林花生大事的附魔 我们观想本尊的口 就是附魔的口 附魔炉的口 就是本尊的口 你把供品倒在附魔炉 就是倒入本尊的口 这个就是附魔 有的时候是借用佛天神的口 以佛天神的口张开 然后把供品进入佛天神的口 再由佛天神转送到诸尊那里 这是属于间接的方法 间接的供养附魔 本尊的附魔可以观想 那个附魔炉的口 就是本尊的口张开 你把很多的供品全部放进去 在附魔炉里面 等于在供养本尊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附魔火供 再简单的讲一点 你要习栽的 就用白色的供品 要争议的 就是用黄色的供品 修敬爱的 就是用红色的供品 修祥福的 就用蓝色跟黑色的供品 那么炉也有分别 有方形的炉 有半夜形的炉 有颜形的炉 另外呢 就是还有这个半夜 前夜 四方 长方 各种修行的这个方法 甚至于你做降伏的时候 用三角形的炉 用三角形的炉 就是修降伏的 炉也有分别 这是属于附魔的 那么习 所谓习呢 就是熄灭所有的灾难 那么 增呢 就是增加所有的利益 增福增费 乏呢 就是敬爱法 你敬爱 修敬爱法 就是修桃花 有大桃花 有小桃花 有烂桃花 反正 桃花红 礼花白 法里喜多小蜜蜂 翁翁翁 翁翁翁 翁翁 新年好 大家新年好 好了 习真凡书 讲完了 再来讲什么 其实 我今天主要是讲破瓦法 跟大家讲一讲破瓦法 我看看这里的资料 这个 台湾的上司给我的资料 二零一二年一二三日贯点 莲华生大事 最圣宝 习真 凡书法 遥全树密法 破瓦法 那么破瓦法在宏光大成就 这本书里面第一集 里面有破瓦法 宏光大成就 第五集 是密教最高之超度法 予以生法 第二集 破瓦法一二 卢生元文集第五十一 无上密集大所印 开顶大手印 卢生元文集第七十五集 真佛法中法 开顶的口诀 凡血一动 卢生元文集第九十一集 千万只抹拜的手 传授破瓦法 卢生元文集第一百六十七集 静听心中的蓄意 不修也成火 破瓦法 往生罪利 但是 他没有讲怎么修 我看了这些等一百看 跟大家讲破瓦法好了 破瓦法的根源 来自于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父母主尊 联法生大事 那我念联法生大事的奏 跟你们念的稍微有点差别 奥阿奉 别扎 狐狐 变摩 狐狐 变摩 他的一个主 最主要的一个奏 也是今天我们 在父母的时候所念的奏 但是更短的 奥 变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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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就是更短的行奏 更加的短 那么要让联法生翻识的话 要念 让人华生大事翻识 为什么 因为曼达拉瓦 跟 参摩 参摩 就是联华生大事 最亲近他的两位名徽 最亲近他的两位名徽 就是 参摩 跟曼达拉瓦 另外还有五位 也是很亲近的 那还有二十五位 是属于周边的 周边的 还有二十五位 另外 我以前问这个精美仁伯介 的时候 他告诉我 哪里只有二十五位 数不清的 联师他有这么多的名徽 最亲近的两个 就是参摩 跟曼达拉瓦 那么你念他两个 这个联华生大事 他心里就翻识 我们今天的父母 大家所求的 在大年初一 全部能够如愿 只要联师心翻识 一切所求我 借如愿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天下最欢喜的事是什么 最幸福是什么 最快乐是什么 最美满是什么 能够一切如愿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道心坚固 弘胸发肌 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本身不得要求 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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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伤大事 就是在佛陀入面以后 出生的 密教的开宗祖师 其实还有很多人 但是以连法生大师 他最具有圣名 密教很早就有了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在克森米尔的地方 就盛行了密教 佛陀注释的时候 已经有了密教 那么密教跟佛本身 非常的结缘 很深的奄言在里面 很多的佛都弘扬密教 那么连法生大师 在佛陀入魅以后出生 他是可以讲是密教的 第一个开宗祖师 密教的教主 在藏密里面来讲 四教共同遵从 四个教派 不管你是红教 房教 白教 发教 都尊敬连法生大师 四教共同遵从的主 连死以后 五百年 过了五百年 龙树菩萨出世 他也是在南天图 就是南印度 铁塔面见金刚萨斗 起金胎两部 的经典 他成为金刚界 太场界 龙树菩萨 五百年后的祖师 密教的祖师 在五百年后 就是毕瓦巴 毕瓦巴出世 毕瓦巴 也有人讲是 他就是父法 那父法呢 法父 父法 他是纳兰多大学的校长 那时候印度佛教 最有名的大学 纳兰多大学的校长 毕瓦巴 然后 这个校长 过世以后 转修密法 成为毕瓦巴 他是 第一可以讲是 一千年后的教主 再来过五百年 纳罗巴出世 纳罗巴 他就是传马尔巴白教的 这个印度的祖师 纳罗巴 纳罗巴 出世 就是第四位 最高的祖师 毕瓦巴是发教 毕瓦巴是发教的祖师 龙树 是所很多密教的祖师 祖师 再来呢 就是纳罗巴 五百年后又出来一个纳罗巴 就是两百年 佛陀 元吉以后两百年 纳罗巴出世 纳罗巴就是黄教的祖师 也等于是很多的教的祖师 在里面的 莲华生大士 红教的祖师也 跟士教的祖师也 龙 莲华生大士 龙树 毕瓦巴 纳罗巴 宗格巴 就两千五百年 到了宗格巴以后 再五百年 不知道是谁 阿弥陀佛 那么讲 观讲莲华生大士 莲华生大士 他是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三生的法身 生与异 生与异 三生的法身 那时候 他悲悯众生 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 阿弥陀佛传给他一个法 你要叫众生 能够往生净土 有一个法最好 这个法叫做破瓦法 你下去就把这个法传给众生 莲华生大士得到了破瓦法 就到了人间 以佛 这个 纳罗六法 里面有一个千世法 其实千世法 也就是破瓦法 破瓦千世 是合在一起的 他们千世法 就很喜欢 哪一个东西做记号 点在这个顶峭上面 点在这个顶峭上面 一般来讲 他藏地是在 这个王者的时候躺在那里 他给他修 千世法 就是破瓦法 破瓦法 然后就让他的灵魂从顶峭出去 进入本尊的心中 由本尊来接引他往生清净的佛国 只要你的四神 进入本尊的心中 你就一定可以往生到清净的佛国 而且在很迅速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把顶峭打开 就是阿弥陀佛传给灵魂僧大士 那么灵魂僧大士 到最后就传给所有的众生 那么所谓的尼古马六法 那罗巴六法 就是尼古马 地罗巴 那罗巴 这样子一直传下来 这个千世法在白教里面 也四教里面都有了 四教大部分都有 这个修破瓦法 但红教的破瓦法 也不是比较文明 他有时候 他就会插一根吉祥朝 这个吉祥朝插在头顶上 插不上去 就用强力教 现在很方便 都可以插得上 你再插不进去 你就用强力教粘一下 那个吉祥朝里面穿一根针 它就会站起来 然后在顶尖用强力教一插 保证站得直直的 但是这个没有用的 插吉祥朝虽然是古代有用 现代很会 淫这句 什么叫淫这句呢 就是 拿出 出就是真的 拿出就是假的 拿出就是假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假的 中间穿一根这个很坚固的东西 顶上用强力教 我已经破瓦了 这个是不会往生的 如果你用吉祥朝真的插进你那一个环屑 那个顶壳插进去 那真的是破瓦了 那破瓦法是很简单可以修成 那破瓦法是很简单可以修成 因为连诗讲啊就是最快速最快捷 最迅速的方法 你只要观想你的本尊注顶 注在你的顶峭 你的中脉通你的本尊的中脉 然后你吸一口气 保瓶气啊 然后这个气啊往上冲 冲的时候喊一声 喝 喝 就冲上去 两只手向上这样子冲上去 就借力使力往上冲 联系喊喝 喊到那个顶峭啊 他们说出防射的水 出防射的水 有一点痕迹撑防射的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来擦吉祥草 就可以夹住的 要下降的时候 嘎 它就下降 喝 就往上冲 嘎 就下降 喝 就往上冲 哇 冲的帽子都快要掉 你如果每天早上这样子念啊念啊 在那边 喝 咳 喝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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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会讲那是神经病啊 总之在无人之处 你拼命喊 拼命冲顶 拼命冲 也要小心一点啊 有高血压的啦 有这个三高的啦 血脂肪高啦 这个高血压的 另外还有这个血糖高啊 血压高啊 这个 肝脂肪什么 胆固醇高啊 胆固醇高啊 也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你说不定一喊 脑冲血啊 就无人给你救了 那时候就没有人救了 哎呀 麻烦啊 不要让人家知道 你这样子喊是在修行 喊 气冲顶 把神事推出去 其实你推到本尊的 这个心啊 很容易你就离开人间了 很容易啊 所以修破瓦法 有时候修过头了 会短命了 只要破了瓦 一个月只能修一次 保持它打开 你天天修破瓦法 很快你就猝死了 因为一直冲嘛 结果把自己的神事都冲到本尊的心啊 那时候本尊带走啦 你就走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有时候也不错啦 这样子走啊 比没有往生 六道轮回更好 所以哪个好啊 让你们自己衡量一下 拿一个好衡量一下 破瓦法是修成了以后啊 一个月只能够修一次 保持 保持它打开就好 不要每天在那边喊 人家说 啊 这症症症症啊 谈到精神病啊 我讲一个精神病的 有一个精神病的这个傅士啊 精神病院的傅士 看到有一个病人在写信啊 那傅士很好奇啊 他说你这个信是写给谁啊 精神病患讲说 我这个信是写给自己的啦 写给自己 那傅士又更好奇了 信是写给自己的 那你信里面内容是写什么啊 那个精神病患就讲 我还没有收到信 怎么知道他信里面写什么啊 你精神病啊 精神病患是这样子的 我们修行人啊 当然可以讲是轰行者 轰行者就是有时候轰轰点点的啦 师母很喜欢讲我 crazy darmachin crazy darmachin 是什么啊 轰子法王啊 我也神经神经啦 但是得了神经病以后啊 精神就好多了 人啊 有时候轰轰点点的好过日子啊 你太正经啦 很难过的啦 对不对 你太正经啦 你就会东记脚西记脚 反正你什么都不知道 轰轰天天的 哦 这样很好过日子啦 你看 大家都赞成 你看 我们修破瓦法 其实哦 很快的 七天 一般来讲七天你就会破了 那个 那个顶峭就会有黄色的水 有一点黄色的水流出来 也有一点凸或者下陷 有迹象的 但是表示你的气啊 这个保瓶气 冲中脉 到顶峭 你不愿意自己早一点走 还在人间度众生 你要观想啊 你的本尊啊 像阿弥陀佛 是你的本尊的话 就观想他的脚啊 踩在你的顶峭上 每一次冲到顶峭就可以了 他的神是不要出去 不要让他出去 出去了 不回来 就是 严急了 外面的人说猝死啊 这个我们 就像讲说你我严急了 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法呢 靠了一个就是两个咒日 一个是一个是咒 然后降下来 再喊一声 用平气啊 给它推上去 中脉冲顶 冲顶呢 这个喊上去就喊 喝 降下来就咒 喝 咒 喝 咒 一般来讲是 就是讲说做二十一次 你如果认真一点 修这个法 修到这个 脑纷纷 脑纷纷 这样 傻心 差不多也快成就 联法僧大师 他得到阿弥陀佛这个法是最速解往生净土的破法法 两个字 一个是冲顶 一个是下降 不让他早处死 你要观想阿弥陀佛的脚 踩在你的顶峭 就可以了 你要早一点走 你观想阿弥陀佛本尊坐在你的顶上 你中脉通他的中脉 一喊 你的神是冲过顶峭进入他的心 就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个最快 我记得以前有人问一个白教的 白教的一个佛佛 他叫什么名字 白教有三个很大的佛佛 第一个是十六四大宝法王 就是喀玛巴 这大宝法王 第二个佛佛呢 就是在 应该讲起来 他的第二个佛 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密教的这个邪校 就是 四大法王当中的其中一位 我老是把他的名字忘掉 叫什么名字 那你们都不知道啊 一个宏观佛佛 宏观佛佛 宏观佛佛 曾经到应罗纳上司到中土来传法的 台湾台北不是有个共家经社吗 就是共家仁波切 对不对 有人问共家仁波切 你一定要教我一个很快往生的法 人家用刀子刺着他 说你一定要传我一个很快往生的法 不然我就砍掉你 共家仁波很紧张 他就讲说那这样好了 很简单的一个法 你就深深的呼一口气 然后吐出一口气 这吐出来的气 把你的这个心全部吐出去 你就很快往生了 其实这个法 共家仁波是这样子讲 你深深的吸一口气 其实是饱瓶气 深深的吸一口气 然后再把所有的气全部吐出去 把你的心都吐出去 也就是把你的四神都吐出去 但是共家仁波临时紧张 说把这个气吐出去 他没有讲说这个气要经过这个顶峭出去 深深深的吸一口气 深深的吸一口气 把你的神事 就是把你的心 吐出去 就是冲顶冲出去 就很快能够往生清净的佛国 他说吐出去 从鼻子吐出去就完了 就吐出去 还是要转世轮回 哪里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共家仁波讲的不算数 应该从顶峭出去的 所以师尊用这个 用很快的方法 你这个王者在我面前 我很快的把你开顶 把你送往清净的佛国 是这个牵势法 这是中阴牵势法 这个是很厉害的法 连华生大士也有中阴文教得度 中阴文教得度也是这个法 破瓦法就是中阴文教得度里面 再加上了破瓦 我的牵势法看到了 我会念一句 开天门啊 避地覆 塞人道 逐鬼路 那么我的指头啊 一指出来 就是我的本尊啊 我的本尊给你开天门 就是开顶峭 避地覆 就是把你的这个下面两个道 通通通通通筛住 避地覆 塞人道 把你的记眼塞住 因为人道是从记眼出来的 逐鬼路 逐鬼路 这个你的脸上的峭 眼峭 笔峭 口峭 耳峭 全部塞住 逐鬼路 你不会往生到鬼道 不会往生人道 不会往生地义 恶鬼畜生道 你只能往开天门 你就能够往生清净的佛国 所以破瓦法有言的一道师尊 我用开天门 避地覆 塞人道 逐鬼路 送你到清净的佛国 这个是最快速的破瓦法 由本尊来给你破瓦 由师尊来给你破瓦 那就是在撒那撒那之间 一下子就完成了 所以连法生大事的中英文教得度 其中其实也就是破瓦法 就是这个破瓦法 那么破瓦法 你们如果修成有验证的 它中间始终有一个最小的 有一个真型的 有一个真型的 或者像吉祥草那么大小的 一个眼洞 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么师尊呢 这个破瓦太厉害 像铜钱那么大 中间有一个铜钱那么大的一个洞 这个天出生的时候 已经破瓦了 还没有修的时候 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你看它的顶翘 咚咚咚咚咚咚 那心脏在跳 那个顶翘也会动 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过了不久 它的这个天灵盖 慢慢合起来了 就把顶翘关掉了 这一关掉啊 先天就没有了 先天跟后天就变成阻隔了 从此以后 你不是先天 你就变成后天 今天我们修破瓦法 就是在把先天的 这一个顶翘再打开 那个时候本尊一进来 就好了 本尊能够常常进到你里面 那你也可以进到本尊里面 就入我 我入 本尊进到我里面 我进到本尊里面 破瓦法成就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本尊进到我里面 我进到本尊里面 这个就是破瓦法的成就 这样大家会不会 我讲的是真的 我说的 I say true not kidding 有一个男生啊 跑到他这个情人的窗子 他情人住在二楼 他在底下 唱情歌给他听 很罗曼蒂克 很罗曼蒂克 这个情人打开窗户 送给他一束发 非常好 罗曼蒂克 他跟人家讲 我在这个 我的 中国大陆就称个爱人了 我在爱人的窗口 唱情歌给他听 在爱人啊 抛一束发给我 哇 好罗曼蒂克喔 那个好羡慕 听到的人好羡慕 那你头上怎么有一个伤痕 他是这样子讲 他说 我的爱人啊 忘掉把花盆拿掉 所以头上有一个伤痕 那个不是破瓦 破瓦法没有那么快 破瓦法 十尊在做是很快 但是真正在修破瓦法 不是这样子就是破瓦 那个花盆跟花一起丢下来 这个不是修破瓦法 破瓦法象征着金子 金嘛 象征着金 象征着房金 这是房金的法 房金之法 房金是最贵的啦 有一个老师啊 跟他的学生讲 铁如果放在屋外 吹轰淋雨 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怎么样 通鞋就棘手 生锈 老师说 好 这个学生 这个 好 他发鞋 他懂得什么叫做发鞋 好了 老师又问了 金子放在外面 门外 吹轰打蚁 会变成怎么样 一个学生就站起来 被脱佐了 这个不是发鞋作用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破瓦法像黄金一样 非常珍贵 最素杰往生清净佛国 像黄金一样的宝贵 所以大家要传的时候要谨慎 同时呢 要有上师在旁边给你看着 注意一下子 因为你修法的时候啊 中脉 两个字 保瓶器 充脉 然后要震动 可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一种震动 由中脉一直冲到顶峭 一直把顶峭冲到开 最快一个礼拜 最慢一个月 至少旁边有人稍微照顾你一下 不然你血压突然间高了 脑溢血啦 因为这种现象啊 有一点危险性 破瓦有一点危险性 什么事情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 要刚刚好 刚刚好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今天连灯有来 连灯上师又来 连灯上师又来 他写这个广东话啊 就写协会那一句 甘甘好 甘甘好 就协会那一句甘甘好 你好 大家好 甘甘好 就是这个 一定要 过不好 不及也不好 破瓦要刚刚好 所以这个也是很 可觉 在可觉上 你们注意哪捏 身体如果有不适 或者你这个 冲顶冲到这个 整个牙床都红肿 眼睛红肿 两个眼睛红肿 鼻子流鼻血 鼻子流鼻血啦 眼睛红起来啦 那个牙床都整个肿起来啦 就是 稀佛过妄 稀佛过妄 冲顶也会有这种现象 冲顶知道吗 怜心喪失 知道吗 像你那么胖 蛮危险的啦 你冲顶的时候 这个气冲到心脏 心脏 突然之间停止了 你叫师尊师尊 神一定来救你 要注意啦 这个破瓦法 传来以后啊 你们可以 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 或者中年的 或者年纪轻的 破瓦也可以啊 年纪轻的 其实都可以啦 其实都可以啦 全部啦 全部都可以 讲到全部啊 有一个这个 可疾的老师啊 可疾啦 他去兼考 兼考 在兼考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学生作弊 他就讲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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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我讲这个破瓦法是 全部的人都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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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过年 以前讲过一个过年的笑话 有钱没钱 淘一个老婆过年 那边 这个人正在喊的时候啊 旁边坐着一个这个 恐龙妹 恐龙妹走过来跟她讲 那我嫁给你好了 这个人讲啊 我今年不过年 我们这个 祝福我们今年的这个 这个单身汉 不管是男的女的啦 有钱没钱 淘一个老婆好过年 今天才初一嘛 还有初二初三呢 动作快一点啦 赶快淘一个老婆好过年 这个讲完破瓦法啦 现在几点了 5点23 破瓦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还有更好的吗 还有更重要的口诀吗 请问诸位上师 请问诸位上师 你们师尊有没有讲漏了什么 咒语对吗 咒语对啊 咒语对啊 中脉对吗 祖师爷注顶对吗 咒语对啊 咒语对啊 这个用脚踏住顶翘对吗 咒语对啊 记住 每一次做破瓦法的时候 咒语对啊 不愿意找一点猝死 你就是一定要 你要 本尊的脚踩住你的顶翘 要好好的观想 这个冲顶尽量冲 都冲到本尊的脚把你压下来 一定破瓦法 一定破瓦 这个热智上师这样讲对吗 还有一个十字结末组 OK 对了对了 他补充了一点 就是说 你如果是没有观想本尊 给你踩住你的顶翘的时候 你顶住一个十日结末组也可以 十日结末组就可以把你的顶翘的 你那一股气给它压住 不过不是真正放在顶上 放在顶上 你喊一声它一定掉下来 对不对 不是放在顶上 而是观想十日结末组 轰住你的顶翘 不过这个 比较不保险 为什么呢 不如本尊来给你守护最保险 不过十日结末组也代表着金刚沙斗 也代表着金刚沙斗 它是象征金刚沙斗 你观想金刚沙斗的脚 踩住你的顶翘 观想联华生大师的脚 踩住你的顶翘 观想阿弥陀佛的脚踩住你的顶翘 观想观世音菩萨的脚踩住你的顶翘 都可以的 十日结末组是放在顶翘 是轰住顶翘的 也是用观想 也是用观想 先用真实的按一下 看一看 植木杰柔子 在想植木杰柔子 观在顶翘上 这个就是轰闭顶翘的一个方法 还有没有 对了 这个师母跟这个 巴西的联合上师讲得很对 因为你如果害怕短受 一定要修长寿佛法 你修破瓦法的话 再修长寿佛法 修长寿佛法 念长寿佛咒 就可以长寿 把你的短受给它抵消掉 这样子就是 100% 还有肉丝没有 其实每一个法 你要加念三遍的百日民众 加念三遍的百日民众 你在修法当中有何缺失 全部百日民众给它 补回来 给它补回来 这一点最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 今年年初的第一天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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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进斗金 财源广进 忘 忘 忘 不抵折 湘到了 道心不退 星不退 猛兄话吉 谢谢大家